波菜 录音樂 不知道你對著那些沒有你那麼聰明 沒有你那麼聰明 慢半拍的人的態度會怎樣? 你會不會是很耐心地去幫助教導他們 或者你會很懶惰,覺得很煩 舉個例,你的父母或太太不懂電腦 你就教他們 你的態度會怎樣呢? 這個按鈕,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是這個按鈕 Ctrl, Alternate, Delete,一起按 三個一起按 我跟你講過很多次 如果不知道是誰寄來的電郵 就不要開,你看現在又中毒了 或者你會不會對你的丈夫 當她幫你洗碗的時候 洗完碗之後,還有些菜黏在碟裡 或者說碟底是很肥的 或者說大碗搭小碗 如果是這個時候,你會怎樣? 你這樣洗,你不如不要洗 我自己還要洗多一次,還要幫你撿手尾 那些東西還黏著在這裡 大碗搭小碗,當然是小碗搭大碗 你也沒有邏輯 到底對於一個比你軟弱的人 你會用什麼的態度來對待她呢? 這個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八章提到 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應該怎樣的彼此相待 讓我給你們一點點背景 哥林多城是一個拜偶像的城市 他們的習慣就是把一些動物獻制 通常會把一些沒那麼好的部分獻制 只剩下一些好的部分,就會留下給自己吃 或者拿去街市那裡買 但問題就是,猶太人和外邦的信徒 他們都不吃那些獻過祭的,拜偶像的食物 在哥林多教會裡面出現了有兩批的人 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就是覺得我們不可以吃那些拜過偶像的食物 如果吃了就是有罪的 但另一批比較有知識或者比較成熟的弟兄姊妹 他們就說,其實神只是有一位 其他的偶像都不是神來的 我們又為什麼這麼緊張 就算吃了那些獻過祭的東西 其實也不算是甚麼 保羅就跟他們說,沒錯,你的知識是對的 不過要小心,不要因為你的知識 而叛倒其他的人 你想想,那些比較你軟弱的人 他們就說,見到這個基督徒 竟然在這個廟宇裡面 來吃那些製過偶像的食物 那不如我也去吧 但當他去的時候 他的良心實在過不了自己的關 他自己又覺得會不會是犯罪呢 但他又因為見到別人是這樣做 他自己也是這樣做 保羅就提出了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說,如果吃肉叫弟兄跌倒的話 我寧願一輩子都不吃 因為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但是唯有愛心是能夠造就人 相信今天在你的生命當中 吃不吃過祭偶像的食物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那個原則仍然在這裡 就是我們會不會叛倒其他人呢 因為我的言語行為 令到那些比較我軟弱的人跌倒呢 聖經的原則就是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愛心能夠造就人 我們可不可以嘗試做一個 建立人的弟兄或者姊妹 下次可能你的太太或者你的父母 不太懂電腦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說 我都明白的 其實現在的電腦很複雜的 真的很難做的 不如這樣吧,讓我幫你啊,老婆 或者你的丈夫洗碗不是洗得很乾淨的 大碗搭小碗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靜靜地自己去補菲 去洗過它 或者說將這些碗重新的搭過它 並且跟她說多謝 老公,多謝你今天幫我洗碗 另外,如果你的十文仔考試 考得不好,成績很差的時候 或者你可不可以嘗試跟她說 哎呀,現在讀書是很難的了 我知道是有多少東西要讀 是很難照顧的 不過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給點心機,繼續努力 我會幫你打氣 上司學習明白到 我們如果能夠用我們的言語行為 去建立人,去幫助人 讓他們能夠成長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神要挑選我們 要彼此幫助,彼此關顧那個的重點 記住,知識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愛心能夠造就人 由今天開始 用實際的方法去愛你周圍的人